上個禮拜我準備聯修的時候 後來我一打開你那個課程的PPT 即是葉牧師那個 神屬性講道法 我一打開 剛剛打開了兩三個PPT的時候 聖靈就提醒我了 因為我當時一邊祈禱一邊聯修 我就說要怎樣呢 神辣你希望我怎樣做呢 後來聖靈就提醒我 他說 豈不知你受到這麼多次的迫伯 就是為了今天 哇 又這麼嚴重啊 後來我就很認真地會看這個 神屬性講道法 越往後面看啊 做熱法國 內容很豐富啊 即是呢 很寶貴的 我去了很多教會呢 很多間教會 就去缺乏這些廣道的方式 我不斷地靈收的時候 聖靈又不斷地跟我說 這個廣道方式呢 要傳避我所去到的所有的教員 因為這個教員太需要了 如果那個廣道說得不好呢 聖靈教員的信徒呢 他們是沒有得熟靈性生命的成長的 加上現在 教員很荒涼啊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科學太寶貴了 我看到一個情形 加上我又看到葉老師這個 神屬性的講道法 是怎樣形容呢 就好像光寒地 需要春雨那種感覺 太過需要了 然後呢 我又不斷地祈禱 聖靈不斷地跟我說 嗯 即是我經歷了這麼多 實際上呢 就是等這一天 就要等到葉老師這個科學 要傳到很多教會的裡面 因為是教會的需要 那麼呢 我越看呢 所以我就覺得裡面的科學 是我三年中 還有我服侍中 不好缺少的一個 一個科學 那麼我們一學習的時候呢 得到更加的豐富 我覺得呢 如果沒有學習過這個 這個熟 神屬性的講道法 神屬性的這個講道法 就可以講課呢 都是講 都有四年的冤痕 但是少了很多祝福 本來呢 我現在學了這個課程 對我的幫助實在太大了 實際上呢 我自己是 是教會講課呢 人家都覺得 哇 你講課很好啊 但是我來看了葉老師這個 這個 神屬性的講道法 神屬性的講道法之後呢 我覺得我太過 呵呵 離聖的標準 差太遠了 所以我就覺得 如果我走十年前 十幾年前 能夠聽到葉滅師的火 這個教會的福興呢 和其他的福興呢 不知道分多少倍 實際上我的生活中呢 就是烈法太過烈法罷了 就是說呢 要求法 烈法罷 就是說好像那些 強硬罷的 就是很缺少這個真點的 所以一聽到葉滅師的課程之後呢 後悔聽得太遲了 我一邊聆收這個PPT 一邊聽葉滅師的講課 我一邊膽蓋 為什麼現在才遇到這個課程呢 如果早點遇到的話呢 你說現在多福興啊 我所有的虧欠啊 和失敗啊 感覺到很累啊 有時候感覺到哭不下去啊 實際上就是缺乏這個 恩典的服侍 和對神的恩典呢 也不是太膚淺 而且我的生活方式呢 太過於烈法 所以導致呢 好多的虧返 失败 还有不知道为什么 无间的口哒哒出什么事 实际上我全部都是 找到我自己的问题 所以这个 身熟性港督法 对我帮助是非常大的 我学了这个之后 我就对自己的学士 各方面都特别有信心 觉得以后 我认识广播都知道如何认典法 不单是港道认典法 实际上我们生活上都知道如何运用认典法 虽然我们是刚刚接触这个 但都觉得有信心去改变 因为我知道什么叫认典 什么叫律法 同时明白到以前我是在哪方面太过于认法 明白到港道方式的时候 我相信圣的祝福会很快的 加倍都很快的 就是后悔太迟了 学到这个故习太迟了 我们所有的同工都十百分之一 很感恩叶慕斯能够来到我们这里 教导和配分我们 我觉得这个恩典实在太大了 感谢神 感谢神 这个跟恩典呼吁是完全不同的 恩典呼吁就是说到 恩典没有律法 没有说到遵从 没有说到悔改 但这个神属性说到法 有恩典作为推动力 但也都是说我们悔改和遵从神 即是律法 不过平衡就不是太着重律法 律法推动人 推动力是来自恩典 恩典就推动我们去遵从神 不只是得到安慰就算了 推动我们去遵从神 侍奉神 这是神的吩咐 所以恩典的推动就会轻松 知道神喜悦 我们一爱神 神就欢喜了 神是为我预备眼睛未曾看见 以我未曾听见的恩典 以及我们一遵从神 就算把一杯粮水给一个小子 都不能不得赏赐 所以我们一遵从神 我们就会很开心 这个就是恩典推动 即是圣经用很多音 去鼓励我们 他的音 由起初到结束 就是他怎样爱我们 关心我们 提升我们的灵命 加力给我们 感动我们 带领我们 改变我们 然后一路推动我们 我们去改变 当我们改变的时候 神又好喜悦 祂就会赏赐了 祂就会大大的祝福 祂会提升我们 去到更高的层次 也有永恒的赏赐 即是说 原来由头到尾 创始成终 都是耶稣所做的 祂就改变我们生命 由一路祝福我们 就激励我们 就是去遵从神 不只是激励我们 享受神 是激励我们 遵从神 但是过程是去享受的 因为神喜悦 所以我们又开心了 神欢喜 恩我们欢恩喜乐 勿言爱爱 请我们喜乐而欢呼 我们就可以很开心地 侍奉神 遵从神 这个就是 神属性讲道法的特色 亦都是任何经文 去发掘神的 有些是写出来的恩典 有些是背后 整本圣经有这个恩典 每一件事 我们遵从神 都有应许 祂怎样帮助我们 怎样加力给我们 又怎样赏 怎样纪念 都是神一直说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遵从神 很开心 轻轻松松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这个神属性的讲道法 对我们的同工六者的关系 全部都有非常大的帮助 嗯 感谢神 荣耀归给主 希望更多人会去 学这个神属性的讲道法 如果不学这个 就这样去讲 很多亏损 他自己都知道 是 基本上 就是经常被人看到 神的美善 让人喜悦神 欢喜神 让人遵从神 一遵从神 神就起悦了 我看这个火石 我看到一个很大的重点 很吸引我的重点 就是说 用这个 神属性的讲道法 会帮助信徒 大部分的人 同神亲近 同神建立关系 而且自己性格和生命 都会得到非常大的改变 他们知道怎样去改 又知道怎样去跟神亲近 又知道跟神亲近之后 会得到什么的好处 如果不跟神亲近 就带来很多的麻烦 但他可以用恩典的方式 帮助信徒 和我们很开心的来到神的面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ż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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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